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崔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入魄西打开视野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节目 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这个周末 拜登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高喊 美国回来了 要疫苗 我给你 要建设 我帮你搞定 大家一起抗中吧 不过显然 G7当中 有人不准备买单 我们来看拜登有多少的号召力 而习近平跟普丁 接下来如何的建招拆招 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包括了国际情职专家 赖月轻教授 主持人好 跟朋友大家好 郭正亮委员 大家好 淡江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 王高成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美国共和党 秦亚太区的主席Ross 大家好 先来看中美的大斗法 这个礼拜当中 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 创新与竞争法案 而中方呢 人大就通过了 反外国制裁法 这创新竞争法 内容非常多 总结当中的重点 五年 2500亿美金 要投资美国的科技领域 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评估了 美国在很多领域当中的 供应链 哪些比较失衡的区块 他们要补足 从研发到生产制造 那中方这一个 反外国制裁法呢 简单来讲就是 所有去执行 美国制裁的个人 或企业机构 你执行 我就制裁你 这简单跟明了 先前下郭伟员 你先帮我们 比较 全盘式的 点睛式的帮我们讲 这两个法案 大多法重要的实质影响 我觉得美国大概提出了 四大他所重视的 全球供应链 第一个是半导体 那第二个是 大容量的电池 那主要就是电动车 那第三个是 就是关键的原材料 那第四个就是 我们讲那个药品 跟原料药 API 那这四个确实 美国都有一定的实力 那 这个 他会在 我觉得会在亚洲 找到蛮多伙伴的 比如说我们台湾 4月29日就成立了一个 CDMO的一个大基金 那这个我确实也是在配合美国的 然后还有电动车 台湾的产业链等等 那中国大陆比较是 针对因为美国对他发动科技战 所以他也要有做制裁的法员 因为过去给人家感觉 美国有一大堆法员 那中国没有 这次法员很快 应该预定一段时间了 对可是他会碰到一些 一些选择上的困难 因为美国对他的科技制裁 已经非常多项目了 可以帮我举个例 选择上的困难什么意思 比如说 拜登就已经对他制裁 59家企业 实体型单的 那这几家企业 美国事实上就有一些企业 已经在执行中了 那中国是不是要立即 对这50家相关的 对他抵制的企业 做出反击 那这里面的选择 如果一次性的 那恐怕那个规模会非常大 那他如果是选择性的 那标准是什么 大家也会想要观察 大概是这样 不过可以简单来讲 就是中美之间的经贸 是没有脱钩的嘛 现在看起来铺陈 就是科技战照打 但是经贸好像关税的部分 有望可以解开那个死胡同 但是经贸没有脱钩的情况之下 在科技这一块当中 看得特别清楚的 创新竞争法当中 美国要从研发到生产制造 这个产业链 它希望能够美国自己有 牵涉到国安的部分 要自己能够完全的掌控 所以经贸没脱钩 但科技中美之间要断裂 这个方向发展是如此吗 王院长 目前看起来是大概是如此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去年 即便是在川普的政府之下 这个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想当然的贸易力差也是最大的 所以可见就是说 经贸要完全断绝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们看到中美之间 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商业部长 以及贸易谈判代表 也都开始又恢复对话了 我想就是说在这个贸易方面 可能会有下一步大家看怎么样子 来进一步的这个推动 但是在科技方面 我觉得美国现在采取是围堵的政策 也就是说他希望维持 因为这是一个全盘竞争 他就是在关键技术方面 他是希望能够维持领先 所以任何他觉得 只要能够有帮助中国的这个技术提升 尤其像关键 半导体 这些人工智慧 他就采取制裁 包括他自己他不输出 他同时在海外的用到美国的技术 他也不让他出去 另外我觉得看到就是说 目前他这样子的一个竞争法案 好处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制裁别人 他现在是把钱投资在自己本身 就是他在这一次的 其实从疫情期间看起来 他知道这个半导体 美国的短板就是说 他只会设计 但他不会制造 制造都是在委外 像台湾跟韩国 同时车用机面他有少 所以他未来他会加强 他自己从这个设计到整个制造 完全的这个来自己满足 所以我想就是说 未来看起来是如此 就是说在科技方面会持续竞争 这个竞争里面 他会去限制这个对中国的发展 可是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会切断 包括像最近他对小米 他就是说因为打了司法 小米在美国司法的这个胜数 他又得恢复对他的这个接触跟供应 所以我觉得可能一些低阶的科技 大概还会继续保持接触 但是关键的他会想办法加以限制 我觉得延续王院长这段话 他说美国在这个反应当中 懂得投资自己 因为在这次 不管疫情造成的 或者是中美抗衡之下 在科技这一块 晶片这一块 美国确实有些制造是在海外 要不然韩国跟台湾 也不会如此的重要 所以金额给大家报告 520亿要投资给美国自己的企业 当作半导体的研发 15亿美金开发美国企业相关的5G技术 中美贸易战 我们节目常常聊到 美方对于中方最诟弊的其中一点就是 大陆花太多的国企补贴 你所有钱去补贴自己的企业 这是美方所一直放在心里头的 但这个美国520亿给美国自己企业的半导体研发 15亿开发5G 这不算是企业补贴吗 这当然是 但是问题 当然是 其实欧洲也在走同样的路 例如说你德国 在这次的疫情中 德国由官方 由政府 那么介入去购买股票 把很多的这个准备要倒的 这些有竞争力的民营的企业 都被收归 官方控制的股份比较多 那它是不是变成 从自由化的市场 从民营转变成为官员 其实本来就是这个道理 那美国怎么可以一直在之前贸易战的时候 揪着这一点打 其实在过去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自由市场 跟国家资本主义的之间的区别 但是问题就在于 自由市场 其实本身也不是绝对性的自由市场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跟美国 一直在这个地方纠结 就是说 美国有非常非常多 其实到今天为止 在全世界具有主导主带性的 这种原创型的科学技术 其实最早的时候都是由工部门 投资的资金 例如说当然也有一些民间赞助的 或是民间设立的基金 例如说通用 或者是其他的 他们本身给大学来作为研发的 可是我们不可否认 就是当时美国政府 或者是美国的军方 他们拿了很庞大的资金 那么有委托由他们的大学 来去做研究 甚至美国的很多著名的大学 本身有很多的研究所 研究院或是研究中心 它就是官方的 也就是军方 而且本身都有派美国的海军 路战队或是美国的宪兵去驻守 一般悬杂人等还不能进去 也就是说它是在美国的一个 自由的校园内的一个独立的禁区 这个代表什么 就是美国的军方投资下去的钱 所以它是绝对的保密 它的很多技术开发出来了以后 可以转变成为民用 就转出来了 转出来民用以后 它就开发出来 然后变成民间的一些产品 但是好像天才又有补贴 又有技术转让 都有 都有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被大家争议 在诟病了就是说 你在初端的这个研发 这么庞大的费用 而且有时候用了五年十年 二十年都不能的这些费用里面 都是军方或是官方 一直挹注的资金跟技术人员 还有用私立的大学 做公家的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今天开发出来的产品 变成民间的 然后它很快地就构成了 一个垄断型的企业 因为它是独创嘛 它是原创 所以它很快地就寡占了 整个世界的氛围 这个时候转变成为民间的企业 那转变成为民间的企业以后 就说我们要自由市场 谁理你这一套啊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因为中国大陆的国家资本额大 所以中国大陆国家资本额大 它很快地它的公司 就会在全世界来讲 就有强大竞争力 其实台湾跟韩国当初 不也都是走国家资本主义吗 是 所以美国这一套逻辑它玩 然后其他国家玩 但是规模没那么大 没有对它产生威胁的时候 它在机贸单 战役当中就不会揪着打 台湾哪一些企业 当初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有竞争力的企业 不会因为你小嘛 而且你是做代工嘛 你威胁不到美国的技术 而且你是美国 技术的重要的一个补充部分的时候 你OK的 它不会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 或是说自由市场来打你嘛 可是当你的规模 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它就要打你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标准中 在国际上 你看能够跟它站在一起的 就是聊聊可数的 欧洲的那几个国家 可是你讲到法国 法国就没有了 因为法国本来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部分是国家资本主义 例如说你说他们生 法国的他们生 它到底是民营的还是国营的 还有法国有很多的 这些战略型的公司 它是居民两用的公司 它到底是国营还是民营 这些战略的公司 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 帅手是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恐怕因 Sick